在日本现场的报道 今年38岁的九景法子是日本著名的影视歌三期明星 他的清纯形象深入人心 中国观众对他也非常的熟悉 吸毒丑闻爆出之后 日本各界都深表震惊和遗憾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景法子 九景法子1986年出道 因形象清纯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1996年 九景法子演唱由他本人出演的电视剧主题曲 B2一炮走红 此后还曾在NHK的红白歌会中频频露面 人气颇高 1996年 27岁的九景法子与高向右衣结婚 长子出生之后 九景法子在演艺界复出 九景法子不仅在日本国内受到喜爱 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众多的追星族 在200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时 九景法子还被任命为文化亲善大使 今年8月8号 九景法子因涉毒嫌疑被东京警方逮捕 东京地方检察厅随后以藏毒和吸毒罪名 对他提起诉讼 警方称九景法子承认起诉内容属实 九月中旬 九景法子在交纳了约500万日元的保时金后出狱 他为自己的吸毒行为向粉丝道歉 而就在涉毒事件之前 九景法子还出席了消除毒品宣传活动 向公众呼吁要远离毒品和兴奋剂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 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重阳节 中国各地的老人以登山 赏局 吃重阳糕等方式 感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安徽黄山一大早老人们换上运动鞋 精神抖擞地向黄山脚下的龙门岭攀登 虽然深秋的早晨略显寒意 但丝毫挡不住老人们登山的热情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有87岁 黑龙江省七台和市在老人节这一天 举办了第六届太极拳比赛 太极拳太极剑是中老年人 适宜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之一 在舒缓的音乐声中 老年人认真的一朝一室 透露出了对生活的热爱 最美不过夕阳红 而年遇古稀的伴侣们一起携手相伴 则是人生的一道美丽风景 久久重阳这一天 安徽同龄 浙江丽水 河北成德等地 为老年人庆祝金婚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特殊节日 用他们的幸福甜蜜见证爱情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重阳节民间习俗的由来 一经中把酒定为阳术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 两酒相重 故而叫重阳 重阳节传统习俗是登高远眺 还有呢 在这一天要吃重阳糕 九月九呢 繁茂的夏天过去了 迎来了丰收的金色的秋天 我们要辞清 向清 再见 应接新的一年 在民俗观念中 九九重阳因为与九九同音 报告